大家好 我们是北京乘工业器 我是乘工 本期呢给大家带来两把贝斯 终于开始做贝斯了 带来两把性价比比较高的 适合就是哲乐手也好 或者是初学者也好 不用的贝斯性价比很高 主要它便宜 价格 Max Miller Max Miller很多谈贝斯的朋友 我们应该知道 Max Miller是美国的一个贝斯大师 一个黑人的贝斯大师 谈得非常非常棒 真是传奇一样的人物 他呢是原来是分达的 就是卡弘尚普 就是艺术家 然后他代言了Max Miller 他自己的型号是这样的 后来呢跟分达解约以后 然后自己创立品 他也叫了Max Miller 这个鞋呢是印尼产的 印尼一下产的 他没有其他国家 然后好像应该我们知道有美产 然后但是很少 我们现在基本上拿到的 都是印尼产的琴 性价比很高 我们先说一下它价格 这个我现在实际上拿 实际上拿的这把琴呢 是19款的 苹果的 薄荷率 薄荷率 这个呢是 售价是3000多块钱 然后带一个特别好的后方 这个我旁边这个呢是一个 去年的时候就开始爆款啊 其实来货就没 来货就没的一个 V7R式的 R式的一个就是BASE 4000的 然后呢 它也同样 它也一个后包 但售价是5000多块钱 为什么我们要拿这两把琴 去做这个视频啊 因为这两把琴是我们这卖的 非常好的 我个人觉得 它的功能性啊 对于手感啊 还有对于它的很多的实用性来说 真的很很强的 我同样也有些问题 就是我们卖出以后 很多朋友呢 说这个这个牛怎么调啊 因为它有三段均红 然后各种高的高的低的什么的啊 这样的 我们所以说我们今天做一期这个视频 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 这个maxmiller的一个他的音色 还有他的试音器的操控问题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一看这些钮啊 感觉这个琴怎么能像那个 Funder的那个美晶 是确实是 因为他的这个构造啊什么的 我觉得真的 有跟美晶人员 他有主动被动切换是这样的 但是他的价位却很低 音色来说真的很棒 怎么说呢 因为Funder呢 是一个是一个有很长历史的一个很棒的一品牌 他的音色啊 各方面大家不用说了 那是真的太太牛掰了 但是呢 这个这个琴呢 他价位便宜 但是音色呢 又能达到哎 那种感觉 所以说呢 我觉得性价比很高 真的很高 这期我们也卖了很多 好 我们再能介绍一下 一有款的这个 第二代的这个赛伊尔的这个 maxmiller是什么样啊 这个琴头呢 这标准的叫maxmiller 然后这有一个v3 然后这有个赛伊尔的logo 是这样的 有的他可能是每代每代也在升级 所以有时候会不打这个 或者不打这个 这是主要是主要是正规经销商那买的啊 就是肯定是会正顶的 当然我们也见到有有那个 有那个是 坊的什么 但是很少啊 基本上因为这钱比较便宜 反而没有意义 然后这个呢 琴枕呢 它是古致的材料的啊 这个是增加的银银 然后它的纸板呢 是印度玫瑰木啊 它是这个非常非常啊 是颜色很好很正的 哎 我们特别注意一点 现在这个二代的这个品丝呢 它做了一个处理就是变成 哎 往下这个边上这块呢 不像原来就那么的 有点时间长了以后 因为我们冬天知道北方地区会干燥 干燥以后情境会缩水 一缩水的话 品丝就凸出来了 凸出来以后呢 就会拉手 但这个不会了 因为它这个哎 处理的很好 很舒服 你可以真的可以巨块去弹啊 真的没事 没事 非常好 然后情境呢 是整个的那个 一个风物情境啊 这样子 然后它的摄音器呢 是用3E2X的一个 那个Max Miller的Standard摄音器 这个摄音器 这摄音器呢 需要那个电池驱动 两块电池 两块的九号电池 总共是18V的 是这样18V的 呃 这个这个琴桥呢 也是也是比较那个什么的 我们要是玩那个 分二多的朋友 肯定知道 这个 跟这个很像啊 是吧 它可以这样穿 从这直接穿进去 也可以从后面这样的 穿体那样过去 很方便 这样 然后呢 它的护板呢 是黑色的 这个琴呢 有四个颜色 黑的 白的 啊 红色的 呃 就是苹果红 还有一个是 那个这个 不合律啊 新款 新出的 呃 它的它的后面呢 电池舱以前是扣手扣那种的样子 第一代的情况下 然后它第二代更换了这个 可能 可能是我 我我我个人还是喜欢老一款 就是可以抠下来直接换电池 这还可以找一感觉就拧 但是呢 可能是这个 因为那个吧 老弄老弄 可能是经常会坏 我估计是厂家是这样想的 呃 所以它更换成这样的 我觉得也不错 一个挺人性化的设计 这款呢 是爵士贝斯一样的 爵士贝斯 这贝斯啊 是这样的 然后 V3 V7 P7 你看 它有P贝斯 啊 P7 然后还有M7 还有V7的Oder 就是这个基本它的系列啊 几个 几个我们长外的系列 这个 呃 我们现在重点讲一下 它的这个 扭啊 扭干嘛使的 第一个扭呢 这个上面这个 你看看这么多扭 从最上面开始 这个呢 是一个音量 就是这个音量 你打开这个音量 这个音量 这个呢 是音色 对是整体这个 不管是哪块摄影器 它可以实际选择嘛 然后这个音色 你听一下 我们就打开状态下 我把它关没了 我把它关没了 来 比较闷了 温暖一些 很明显啊 这是音色 这个这个扭呢 这个这个旁边紧接一个小扭呢 第二个扭呢 这个是摄影器选择 我们现在状态下呢 现在状态下呢 是选择的 琴强音色 然后我们选择 琴强声音器 我没忘 因为把它打到中间就够开了 然后两个同时工作 这第三个扭呢 是个高音啊 高音 我们把它关掉先 我把它打开 打开 你看有明亮很多 然后这边有个高低两个钮啊 也是帽 帽套一块的 这个呢 是一个中频的一个booster提升 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把它关掉 把它打开 对吧 把它稍微打开一下 底下上呢 这是一个Q值 然后是中频的Q值 我们听一下声音板的关掉先 然后比较 哎 挺帅啊 最后这个钮呢 是bass钮 是低音钮 我们把它关掉 就可以出来 劈哩啪啪的声音 我们打开 这样 我这方有个波挡呢 这是一个主动被动切换啊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被动 被动的情况下 大家记住 然后上面这个钮 现在只有上面这个钮 和第二个钮 小钮 底下这个不管用啊 这个刚才的讲的那个就是 音色钮不管用了啊 就是这两个钮 一个是选择音色的 一个是音量 把这关掉 没有 然后这个 这个把它打到前面 把它关到这块 我觉得这个就是都不能选择吧 我觉得挺不错的 哎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这个3ER的一个大部分的就VCV系列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电路操控 电路的感觉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就是再有朋友喜欢这个3ER 或者买购买的3ER 不管知道没知道的情况下 可以开这个视频 然后我们已经讲了一下这个 这个游区出学者啊 讲一下这个工程性啊 会怎么用自己去感觉体会 体会一下 不到哪个当时感觉是这样的 哪个更好的一些音色 好吧 然后 然后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试一下 我们简单试一下这两个琴的区别啊 就是呃这个琴呢 怎么说呢 就是它的琴体呢 是用的是马哈利利 啊 就是桃花细木 非洲桃花细木的啊 这个琴体 这个呢 琴声呢 用的是啊 二十木 二十木 它们听着它的声音 我们来打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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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简单试一下V3 我觉得这个 气压比也挺高的 音色出来不错 我们现在听一下这个V7 我们试一下V7啊 看看V7 哇这个这个很沉啊 一下 我明显我拿到这个琴以后 感觉V7要比V3 沉了一些 沉了最少20%应该 好 我们现在一样的参数啊 一样的参数 这个低音不能开太多 我这么感觉啊 就低音点不足 我们开点低音 然后把高音 因为中弦稍微摔的 所以这种东西 零食大家可以改嘛 是吧 然后听一下它的低音 嗯 好吧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费色床 这个嗯 只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V7和V3 其实这两个琴呢 我觉得都不错都非常好 可能这个木头木头啊 升级啊 音色啊 要比这个会好一些 但是呢 就是问题不大啊 对于初学者来说 可能听的不太清楚 然后我首先 我是一个吉的手啊 但是我听贝斯的手啊 听贝斯的声音 我感觉这个可能是更清晰一些 那个呢 可能稍微 稍微厚重一些 是这样的啊 就各有所需 某个那便宜 这个是稍微贵的 实打实地告诉大家 我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有什么新的好的一个提议啊 或什么的告诉我们 需要我们怎么去介绍更多好的东西给大家啊 呃 因为这个琴呢 家卫大家也知道 五千多 三千多 这种琴 配一个特别好的包 我觉得初学者 特别特别 应该可以 如果您预算有限的话 当然啊 芬达是非常好的品牌 您您拿 因为它有它的自己不独特的一个评断去那个什么 呃 因为我们现在现场的时候可以看到芬达的评断 跟其他的各种品牌 每个品牌啊 是它的那个赫兹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八十到那个两百两千赫兹 这种感觉的波段啊 这是这是录音的特别专业的事情 事情 能能听出来啊 能听出来 对于这个琴来说 我觉得就是不要说那么多了 好吧 然后他也不会说是能能那什么 但是我觉得录音乐 乐手录音现场 V7完全是 对于V3来说 您要是一个呃 初中生或高中生大学生 然后刚没有什么太多钱的情况下 或者就想只想拿着极的贝斯去练练手 或者什么的 拿它非常好啊 真的很不错 我强烈推荐 V3 V7都是您的不错的项目 好吧 然后需要我们去那个去再做其他视频的时候 告诉我们就行了 好吧 那本期视频呢 到此结束 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们成功乐器 然后有更多好的视频 好的琴 我们会介绍给大家 好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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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